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保罗说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律上所写 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自据 把他撤去 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罪债 主已经复清 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 神不但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 并且除去我们心中的罪疚 这真是大写的信息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罪得赦免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思想 罪得赦免的人是有福的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三十二篇 九月诗篇三十二篇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救赎 我涂抹你过方 向那后云潇伤 我涂抹你追过 向那波云无走 我涂抹你过方 向那后云潇伤 我涂抹你追过 向那后云潇伤 我涂抹你追过 你当归向我 你当归向我 归向我 这是上帝 这是上帝 亲口所说 我涂抹你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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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那后云潇伤 在全地救赎伤 在全地救赎伤 在全地救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涂抹你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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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后云潇伤 我涂抹你追过 像那国语无疚 你都回向我 回向我 这是上帝 今后所说 如天啊 赢的歌唱 被你胜出 别当欢呼 如天啊 赢的歌唱 被你胜出 别当欢呼 因为生命 在全地救赎 伤命在全地救赎 在全地救赎 诗篇第32篇 得赦免其过 折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哼 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益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向你沉迷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 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为此 凡虔诚人 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 祷告你 大水泛疫的时候 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 四面环绕我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 你不可向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搅环配头勒住他 不然就不能寻福 恶人必多受苦楚 唯独倚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你们一人 应当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 都当欢呼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诗篇第32篇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一节和第二节 诗篇32篇一到二节 经文说道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诗篇32篇一到二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经句 诗篇32篇一到二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诗篇32篇一到二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罪得赦免的人是有福的 是的 使人不能得福的就是罪 罪得赦免的人是有福的 没有什么比罪叫一个人更不快乐 更可怜 更不幸 没有什么比罪恶感 更沉重的心灵重担 叫人受到心灵痛苦的煎熬 但罪可以得到赦免 不需要什么功劳 不问你配不配得赦免 只要你真诚地向神祈求 因基督的缘故 借着神的爱和连续 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神要称你为有福的 因为罪得赦免了 罪已经遮盖了 不再归咎于你了 重担除去 心灵平安 罪恶感所带来的痛苦消失 心中充满感谢 空虚的心灵 充满了神的喜乐 一切的重担与不幸都消失了 心中满有那无法言喻的 属天平安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爱得深 跟得紧 爱得多 跟得远 旷野玛纳 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 罪得赦免的人是有福的 这个题目 罗马书八章一节 保罗说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基督耶稣的事实 不是建立在感觉上 而是建立在神和他的应许上 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 耶和华说 你们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眼 必白如羊毛 我们怎么能够不算为有罪呢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背负了一生的罪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受了咒诅 就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神为自己的缘故行这事 神是绝对公义的 他是凭着耶稣 为我们所流的血赦免我们的罪 洗除我们的罪孽 涂抹我们的过犯 不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不照着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合 与神相合不是感觉 乃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 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 纵然感到忧愁失落 他仍然是与神相合的 这个关系跟地位 是不会改变的 你我的平安乃是 在基督里的平安 这平安是 以神的慈悲 而不是 以人的表现作为基础 今天你胜过罪 心底火热 是你的灵命成长 但不是得救的盼望 好行为 不是得救的基础 神的怜悯才是 基督徒一定要胜过 罪疚感跟孤独感 这两种感觉一来 最容易将你失去喜乐 两种感觉都没有爱在其中 是你误以为神不爱你 罪疚感跟孤独感 焦点是在自己 想到的都是 我有多坏 我有多可怜 你的心灵一旦被这些挟制 就失去了喜乐 神面要我们活在 自忧自恨里 基督徒要有 圣洁的忧愁 要跟神一样的情感和眼光 圣洁的忧愁 焦点不再是我 而是神 是神对我的看法 按照神的意思忧愁 为自己的罪忧伤 不愿圣灵为我担忧 才会有向善的意念 毅力跟决心 哥利罗后书七章十节保罗说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世俗的忧愁会叫人死 因为一直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唯有尽情的忧愁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才会带来生命成长的喜悦 生命成长需要的不是罪咎感 而是尽情 焦点在要怎样荣耀神 怎样活出爱 怎样讨身喜悦 这才是神所要的 当你偶然被过犯所剩的时候 或者想到过去的软弱失败 你要立刻把问题带到主面前 与主交通 把你的感受告诉他 不要独自承担 约翰说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主一直在看顾我们 保护我们 引导我们 使我们行走在正路上 他知道我们的困境 知道我们里面这个人 既软弱又无助 时常冲动 常常冲突矛盾 主耶稣不但为我们担罪 他也照麦基喜德的样式 作为永远的大祭司 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 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作者说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请留意 这些经文里的进到跟拯救 两个动词都是现在事 表示 继续来到神面前的人 他们能不断地被拯救 并且被拯救到底 想象撒旦是控告者 在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 基督却在神的宝座前 维护我们 保守我们一个也不失落 别忘了 在父那里 你有一位中宝 秀赏了异者耶稣基督 他不但为我们献上自己 并且他为我们辩护 他不但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 还要救我们彻底脱离罪的权势 他是人子 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所以只管呼求主名 你将见证 主应许赐福的话 一句也不落空的 成就在你身上 主已经饶恕了你 你要赞美饶恕 并且接纳你的神 从忧愁进入 悔过跟赞美中 你原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你当归向神 因他救赎了你 好好活在神爱的阳光底下 过去的事情 已经不能改变了 已经不可能再从头来过 仰望神的怜悯 神会像父亲 这样连续他儿女那样的 连续敬畏他的人 彼得跟保罗 都有过得罪主的地方 彼得三次不认主 保罗残害过神的教会 感到在罪人中 自己是个罪魁 然而 他们都蒙了怜悯 都在主的大爱中 脱离罪疚 不再受制于 自己不堪的过去 你要凭信心 放下各样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 存心忍耐 不那摆在前头的路程 持续仰望 为你信心创始 城中的耶稣 他对你实在好 美国知名的牧者 兼作家斯文道牧师 有次问他姐姐 你最喜欢的感受是什么 经过一分钟的考虑 他姐姐回答他 轻松 罪就感使人带有 亏欠的良心 承担着精神上的压力 但我们不需要长久 活在因罪带来的愧疚中 基督教的核心 也是最重要的真理 就是神的祈以恩典 能赦免我们的过犯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这自由不是白白得来的 而是主耶稣 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他舍自己 做万人的赎架 使我们在成生的路上 因为持续仰望他 以靠他 能靠着羔羊的宝血 跟神的道 胜过在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的恶者 有几书经文 在脱离罪咎上 孙老中建议你 特别记下来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约翰说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第二处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约翰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第三处 弥加书七章 十八到十九节 行之 弥加书 神啊 有何神向你 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余命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必再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 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 投于深海 第四处是 以色亚书 四日四章二十二节 神说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向后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墨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第五处是 耶利米书 五十章二十节 耶和华说 当那日子那时候 虽寻以色列的罪孽 亦无所有 虽寻犹大的罪恶 也无所见 因为我所留下的人 我必赦免 第六处是 弥加书七章八节 先知弥加书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 却坐我的光 主已经释放你 不要再活在 醉酒的阴影中 被他奴役 以致不能好好爱主 参孙被非得世人 弯了双眼 坐在黑暗里 仍然求告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 求你眷恋我 神啊 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 使我在非得世人身上 抱那弯我双眼的仇 神就在把力量赐给他 因为神只管教他 并没有丢弃他 参孙的名字 出现在西伯来书的信心伟人当中 神丢弃扫罗 却没有丢弃参孙 哪怕 他费了拿西尔人的愿 沾染污秽 神使他从头再来 他那被剃去的头发 又开始生长起来了 有一次 在举行圣餐的时候 一位姐妹感到自己是个罪人 不敢拿圣餐杯 牧师看着他 对他说 姐妹 请把杯接过去 这是为罪人预备的 也是为你预备的 姐妹听了大受感动 不再疑惑 赶紧把杯接过去 圣餐是为悔改的罪人预备的 康奸的人 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在基督徒成生的路上 罪疚和焦虑 有如黑云遮掩太阳 耶稣可以改变这一切 耶和华的灵 借了大卫的口说 他必向日出的晨光 如无云的清晨 主要涂抹你的罪 好像云雾消散 仰望他 你将经验到 你人生中又一次新的黎明 主拥有你一切所需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是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主会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他不再纪念你的罪恶 他也许 必不披下你 也不丢弃你 当主被卖的那一夜 彼得在人前三次不认主 主知道彼得的沮丧 挫败跟悔恨 当主复活的时候 十一个门徒里边 最先向他显现的 就是彼得 主若不向彼得显现 而向其他门徒显现 那彼得的心恐怕 就因为多虑而忧愁了 但主不但先向彼得显现 他还在提比利亚海边 三次问彼得 彼得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不是这些鱼 而是其他的门徒 意思是 彼得 你比其余的门徒 更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诗篇九十四篇 十八到十九节 诗人说 我正说我失了脚 耶和华 那时 你的慈爱扶住我 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 就是我欢乐 路加福音七章 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记载 那城里 有个女人 是个罪人 直到耶稣在法利斯人家里 作息 就拿着橙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这女人所做的是 何等蒙主喜悦 她的眼泪 她的亲吻 她的虔诚 高的香气 都让主喜悦 这是主所要的 她是一个世人眼中 有罪的女人 却不像法利斯人西门 用冷漠的态度来对待主 而在悔改的泪水中 以虔诚 热情和诚实 尽心来爱主 主爱你 他乐意赦免你的罪 但你必须向他认罪 并且认罪时 内容要明确 态度要认真 大卫向神认罪时 恳切地对神说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 承认我的过犯 大卫相信 神会赦免他的罪恶 因为神是他藏身之处 必保佑他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 四面环绕他 把一些困难 尽都交给主吧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不会顺利 只会因终日哀嚎 而骨头枯干 有信心把自己的情况 交给一生牧养你的主 当称宗的主 必向你施展奇妙的慈爱 用乐意的灵扶持你 使你享受 赦罪的快乐 使你从 我真是苦啊的 叹息 哀哭 变为跳舞 你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 与神相合 还要借着他 因信进入现在所站 所享有的这恩典中 认定自己 是有福的人 欢欢喜喜地盼望 神在你生命中 要为你成就的一切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是我们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们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 四面环绕我们 你要教导我们 只是我们当行的路 是我们知道 在人生不同的处境中 要如何行 你要定性在我们身上 劝诫我们 你说 你们一人应当靠 依阿华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着的人 都当欢呼 帮助我们有信心承受 你所应许的福 不叫我们因为小心 被负面的情绪所困扰 以致不能好好跟随你 神愿我们都像 摩达拉的玛利亚 重担除去 心灵平安 在人间见证里 热心服侍你 你救出了我们 愿你因我们 荣耀自己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老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她是我唾沢 她是我唾沃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祂是我的灵俗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并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为祢与我同在同行 祢长的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心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